登版電影 Action JJ九彩金翅膀inten 去年歌王林俊杰肚巾登場 連同歌后戴佩妮 雙雙擔任今年第26届金曲宣傳大使 我們告訴大家可以合作 因為她合作的對象都是國際系列的 你也是國際啊 對這是胡 мень 國際啊 我南洋派的 我也是 他Cesum Rex 飲食部 然后邓紫棋 我希望可以就是在音乐 不然是影像 因为我一直觉得创作是很好玩的 首度合作却毫不神熟 戴佩妮还趁机亏了林俊杰 现场笑声不断 也看得出两人私下的好交情 拍摄宣传预告的时候 互相激发创意展现好默契 去年同时获得了歌王歌后宝座 让两人这一年丰富精彩 兴许奖是我去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礼物 而且不是对我 是对我这十五年来 不管是教育我的老师 还有我幕后的工作伙伴 还有音乐上的伙伴 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跟回馈 最重要就是 我其实没有办法给幕后的人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奖项除了给予我自己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就是可以感谢我幕后 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帮助我 支持我包括喜欢我的家人 还有音乐上的朋友这样子 那当然我自己 去年到现在最大的改变 除了这件事之外 就是完成了我的人生大事 对你其他时间的东西就 我觉得这两件已经很精彩了吧 恭喜 谢谢谢谢 我相信这件会更精彩 记载了我的第十年出道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然后奖项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专业肯定 那当然也因为得奖之后工作量变多了 那在已经忙碌的情况再加上工作量 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最充实的一年了 对啊然后也很开心 能够透过这段时间来的努力 然后也因为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金曲奖的这个帮助 给我很多的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好 甚至国际的一些合作 也透过这个这个这个时期当中实现了 对啊 感谢金曲奖的殊荣 去年歌王歌后力挺 不过今年各大天王天后纷纷发片 好友成了劲敌 也让期待入围的JJ 心情勿为杂成 把自己的作品放在 这些好朋友当中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种 是情何意的时候很难 对 我有一种冲突感 因为其实第一 我自己最喜欢的张学友也发片了 那我自己是看好张学友 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 我帮Eason有创制作了 伴奖专辑嘛 然后我也很希望他可以得奖 所以其实在第三 才会希望自己的专辑可以说 可以如果有机会入围就很棒 歌王看好歌神一面大 还拉着戴佩妮忧了自寂寞 你要先说看好我 但我一定要看好 一定要看好 一定要看好JJ嘛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奖项当然是 你说把他看好的意思啊顾好他 看好看好不要再跌倒 因为去年得奖之后摔了一大跤 摔了一大跤 真的是花了一长时间 长段时间才恢复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安全为止 林俊杰乐观自嘲 但是拍起金曲宣传预告 却是认真又惊艳 才刚结束二月份演唱会的他 当时大走科技风未来感 不但秀出声光效果 还邀请了国际巨星同场飙唱 不过他也发挥了创意 表示未来的演唱会最想要的风格 就是戴佩妮风 那对于音乐下一步可能 就像你说的很多不同的风格 包括像比较科技化的新地球的东西 有未来感的东西 其实我把这次是把很完整的放在舞台上 那其实我也许下一个作品也好 或者下一个tour 我其实还蛮想玩比较戴佩妮风格的 你懂吗 比较 是我的事 戴佩妮风格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渾近生活的东西 其实接近 接近真的是平常生活 很多的一些acoustic 很多acoustic的东西 其实我 Jason Meraz style Jason Meraz Jason的style就是他没有很干净 戴佩妮 我觉得也很好 没有没有 原来 我想玩有机关的 搞不好他就上 你现在只玩电子 因为我想上台的尺度那种 没有啦 开玩笑 这回两人首度合作 拍摄第26届金曲奖宣传预告 导演还找来曾经获得 21届金曲奖最佳音乐论带奖的 明导成映之单纲 堪称是黄金阵容 我这次用了很多自然符号的元素 在这个30秒这个影像里面 前半段都会出现很多自然 大自然的一个很微小的元素 比如说水啦 风啦 然后比如说冰 火这些东西 然后JJ跟Penny分别代表了 就是两个音乐人 然后他们在这个 在这个音乐的旅途上面相遇 碰撞出火花来 宣传预告融入了大自然的元素 回归原始 也代表了找回音乐人的初衷 象征新的生命就此诞生了 砸下重金 大成本 大制作 加上各文各后的同场加持 登上宣传大事 让今年第26届金曲奖更加星光闪耀 记得台北 都哭不得